歡迎大家來到第二節中央國務電台節目 自由廣場桑普時間 我是節目主持人桑普 旁邊是家聰 李家聰先生 剛剛第一節我們看到這一位 香港蘋果日報前總 前香港蘋果日報也是前總新聞主任 家聰其實他是發展了很久 就是幫蘋果日報做網上新聞的環節 當中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你有沒有遇到什麼特別的難題 可以和大家分享 都可以 我想大家也不會太知道 我可以講一點點 蘋果是一個很大的機構 很老實講 最初做Online 其實就不被看好 包括公司裡面的同事 不要說大家等著你死 其他部組可能都覺得 你這個組都是肥佬玩一下 一兩年都收檔的 但是慶幸就是當初 CORE的二十幾個人 我們慢慢剪完片 收成三點鐘 三四點 大家就很 可能覺得 別人越看你不起 不是看你不起 就是看你不行的 我們就越想做一些成績出來 大家就很重置成城去打平台 我記得當時每過一百萬view 我們就切一次小豬 去到蘋果最高峰的時候 我記得是 不記得山竹還是天甲 一天好像是五六千萬view 好像過了二千萬之後已經不再切了 可能就是公司覺得切得太多 但是之前真的隔一兩個月 再切一次 那個成功感是很大 而且看到部門是不停地去變化 真的做到一些事情 最大難題就是 最初那種要面對 好像其他同事 又不太支持 又好像想你死 那些感受不太好 但是那個只是 可能一年或者一年半載 之後在蘋果就絕對是開心 沒有什麼特別不開心 那你說 其實蘋果時間 有沒有人干預你的偏才是主 很老實說 你都見到近期的蘋果公司 有些高層也透露了一些 我們平時工作的內容 譬如有高層就會說 肥佬的主導性很強 我沒有去到他們這麼高層 但是 至少在我自己的層 我覺得肥佬真的有沒有他自己的意思 我不知道和他們落命令 這個真的我不知道 但是我自己感受到的蘋果就是 基本上很自由 當然你進入這間公司的話 你本身在政治的取向 或者你不要說是個人的取向 至少大家一定是買了一個普世價值就是自由民主 我覺得這個就不是一個記者的立場問題 大家如果認為自由民主是普世價值的人 我想才會加蘋果 我想不會說 我覺得 資本主義是不對的 然後就去進入蘋果 或者投票不對的 自由不對的 選舉不對的 你就可以進入蘋果做 所以 你說肥佬 我覺得都給了幾多空間 其實 起碼 我覺得以前做很多政治新聞 其實很多 就算是建制派的人 我們也是很想做的 不過他不肯跟我們做訪問 我也沒有辦法 我們是有空間給他們做的 只是很多建制派的人 我覺得蘋果是不要黏入賣 沒有什麼 我挺好的 因為我其實老實說 我做過四、五間媒體 我覺得蘋果的空間 我認為是我做過最寬的 剛剛第一次你講到 讓你試誤 就是trial and error 你有idea的老闆 就是你的上司 當時你未做到總生能主任 都讓你試不同的東西 那你做總生能主任的時候 當然你可以更加試一些新的東西 就是有什麼好與不好的 都要對讀者交代 對於老闆普通交代 但是我想最重要的地方 就是讓你試 還有 能否感覺到 當時內部的壓力 有沒有外部的壓力 內部的壓力 就是你 例如黎智英 或者其他更高層 你看到 你的感覺就不是很明顯 不是很明顯 你說公司本身高層 我們開會 只會說這些新聞做得不夠好 或者說接下來有什麼大案 或者有什麼大的事實 我們要跟進 或者其他 或者譬如有一期 以前就不太流行調查新聞 到後來蘋果最近 五六年又流行調查新聞 老闆就會說 我們加劇一點 加強一點去做調查 要深入一點 就是有這些指令 我覺得是寬的 我覺得是整個可以做的事情 但是你說外在壓力的 再之前我就不敢說 一來自己還是小樹仔一個 那時候 二來真的沒有去到這麼高層 眼看之前 你看表面的就是 被人切廣告 外在的壓力 令到蘋果最吃力的時候 就是 當你的廣告越來越少 那時候又沒有去做 什麼會員登記收費計劃 那 你公司這麼多人 這麼大的開支 但是你看著公司 連連條數去虧 那怎麼辦呢 這些反而 這些 我們就算做一個小職員 都會覺得 會替公司擔心一下 好了 去到 你覺得是明顯壓力的 就是 19年 2014年雨傘的時候 都有一點點聲音 就是坐蘋果那些 但是不夠 19年 厲害 其實你看到的 其實有很多公開資料 當你見一些官員出來罵 尤其是國安法之後 比如好像 2021年4月 蘋果就是6月收收 4月那時候 其實已經 那時候是保安局長的李家超 鄧炳強 你見到節儀連三 在公開場合 他們都點名罵蘋果 再加上一些 親共的報紙 用整個版來招呼蘋果 你就聞到那股味 你聞到 糟糕 蘋果是不是 這次真的過不了 反而那個壓力 是十幾年裡面 感受到最深最深 整件事情 可能連線到現在 正在審判中的 蘋果日報案件 這件案件 大家知道 今年內 很可能會有判決 但是不太快 比較快的判決 可能在 已經在5月30日 和31日判決的 4日判決 4日判案 但是蘋果日報 這個案件 還要一段時間作供 你看到 有很多人作供 我相信 你心裡面 相當很痛 因為很多都是 你以前的一些 老闆級的人物 就是 由 張劍雄 到陳輝敏 到其他人 我想 去到 今時今日 你會怎樣看這宗 蘋果日報案件 我想很多蘋果人都跟我一樣 我之前不覺得 原來大家都有一種創傷後遺症 就是經歷過蘋果這麽大件事 我發覺好像每年一度春秋二祭 六月的日子 或者大家去吃飯 突然趕開蘋果 突然那幾天就沉不完 我可能未去到要看醫生吃藥 但是原來 朋友跟我說 尤其是蘋果執照的那一年 我個人下降得很厲害 那 不只是我一個 很多 在蘋果做了一段日子的人 都有同樣的情況 至於 現在坐牢的那幾個 你剛才會形容那些是老闆 我會形容那些全部都是夥伴 蘋果有一個好處就是 沒有什麼分大小 即是今時今日 譬如羅偉光總編輯 我們經常罵他 罵總編輯 你這個小小主任仔 不要說我 無大無散 下面很多記者都直接罵羅偉光 大家也可能有時候討論新聞 討論到面紅葉熱 但是 蘋果的文化就是這樣 不是說大家真的罵完反面 而不是說 很要分 我是主管你是下屬 大家真的很努力去成就那件事 那當然 6月17日 是 警察上來 大搜捕 其實是第二次的了 第一次就是 在之前一年的8月 那次就抓了肥佬 第二次就是 6月17日 那次 我已經很大感覺是 蘋果真的過不到7日 因為之前已經陸續有很多聲音 剛才說的4月份 很多官出來罵我 那 17日就是小弟生日 6月17日 我記得我有一年 出過post 就是 以後好像自己生日和死記是同一天 哇 這麼邪惡 說真的 我那一年之後的生日 是沒有特別開心過的 因為 每一年的生日 就想起自己 大家曾經有夥伴 現在就在監獄裏面 還有 我們這些 好像叫做 可以 離開到香港 找到自己想做的事 讀書也好 來做事也好 都有一些 罪咎感 其實 覺得自己有 可以這麼自由 想想 曾經的夥伴 現在全部在監獄裏面 所以 都幾不開心 這種罪咎感 我想都要一段時間才能夠平衡 很難的 我發覺我身邊很多 在蘋果做藥乾年的人 都有這些感覺 我不是唯一一個 不是特別厲害的罪咎感 但是很多人都可以這樣說 是 嘩 我都明白這一點 那你怎麼看這宗案件 這宗案件 我想做節目的時候 都未判決 我想你會怎麼看 這宗案件未來的走向 例如外界 包括我在 我都認為 空多吉少 因為現在國安案件 定罪率是百分之百的 尤其這個 我以為百分之一千 十個案件 十個案件 更重要 那你怎麼看 這個幾位 就是你見到的一些編輯 就是 我不知道他們家人會不會看到這個節目 你會有什麼想跟他們說 我 我就 都想借這個機會 想說幾句話 裏面坐的那些都是 真的 大家相處了很多年 亦都裏面有包括 找我入蘋果做的人 是的 那 我在他們坐牢之後 我沒有寫過信給他們 因為我很害怕 我覺得 一寫信給他們 提起這些事情 就是想哭 所以 一直都 不是很 夠膽做這件事 可能我耐弱一點 這方面 真的突然耐弱了 然後 去到我離開香港的時候 要過來台灣的時候 終於鼓起勇氣 走之前想見一見他們 就都 抹好了 約好了 誰知道 疫情那時候最嚴重 連探監都不給 那 很灰 是不是那天注定呢 這樣 是不是 對 那 所以我覺得 現在唯一可以做的就是 我不會 誇到 希望他們全部判無罪 這是廢話來的 我覺得是不會發生的 如果他日有這樣的機會發生 我當然 非常之高興 但我不會騙自己 說法庭判他們全部無罪釋放 這個不可能 我只是希望 他們 真的 在 監裏面 撐住 我覺得 大家 總有相見的一天 這樣 你會相信的 我相信 我相信會有相見的一天 但是這個就 不知道多久 希望大家還有一個機會 可以再見 而 更加希望的就是 在我們未再見之前 他們能夠 堅強地活下去 那 OK的 我 都聽到 有些 有探監的同事 說他們都 都正面的 譬如 可能 鑑窗裡面 會教一些 囚友 好像戴耀廷那樣 教一些囚友 英文 跟他們 講一下故事 這樣 是 OK的 而情緒方面 我也覺得 我不可以說他們 真的叫做接受 沒有人會接受到 這個 但起碼 可能他們接受到 我這一刻 是沒有自由 這個事實 那我也覺得 都 安慰我 我現在可以做些什麼 我唯一可以做 就是 我又不會有宗教信仰 唯一可以做 就是 希望他們 撐住下去 我深信 我人生一定會 跟他們還有再見幾天 明白的 就是這個是 我們深深念念 我想看到這個節目 包括我 在內 包括家聰在內 都希望他們能夠 幸福 而他們家人呢 亦都能夠 度過這一關 因為我始終很有希望 就是 有一部分的人士 會釋放的 不過 未必是這麼快 一段時間裡面 會釋放的 我擔心是 Jimmy 就是 弗里 那他如果能夠 出回來的 我會覺得很開心 就是 希望大家都 都能夠有信仰的為他們祈禱 沒有信仰的為他們祝福 也都希望大家 能夠記住 香港的傷痛 我們會銘記在心 拒絕慰望 永懷希望 我們未來的路線 會走得越寬越闊 我們下一個星期再見 拜拜 拜拜